大家好 歡迎來的言論 就在中阿和中沙峰會成功召開之後 這兩天某大國的媒體就像是醋壇子被打翻掉的怨婦 字禮行間都透著一股酸酸的味道 尤其是沙特的那句 將平衡起與中國還有傳統夥伴某大國之間的關係 搞得某大國現在渾身發癢 但就是找不到獅子在哪兒 中方表示中國將繼續尋求加強技術合作 並繼續從海灣國家擴大進口原油液化天然氣 中方也將推動油氣貿易人民幣結算 根據外媒的報導 沙特官員私下表示他們對人民幣貿易結算沒有意義 但這不會延伸到石油銷售方面 這意思就是在說某大國不要緊張 石油美元還是穩穩搭 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官員上週五 在例行記者會上證實 中華雙方已經使用人民幣進行了一筆交易 儘管外界對於這一筆交易的具體內容一無所知 但是多多少少都透著一股典型的欲蓋迷章 蓋出了此地烏鷹三百兩的感覺 雙方達成的合作項目從5G通信到沙特未來城的基建項目 再到主權基金的投資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前後加起來應該有34項合作項目 僅僅是一座沙特的未來城 沙特就計劃投資超過5000億美元 而沙特最大的對外貿易就是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出口 如果不用人民幣結算 那我真不知道沙特要從哪裡搞這麼多人民幣來付給我們 當然了為了不太劇烈地刺激某大國 在操作上我們還是可以稍微含蓄一點的 比方說我們可以採取本幣互換的模式來完成交易 你外人也不要瞎打聽 問了就是我們沒有用人民幣來結算石油交易 在上一期的視頻中我跟大家匯報了一些我對於這一次 我們在中東大外交成果的思考 我認為我們首先應該端正自己的態度認清自己的角色 我們只是這場大戲中的配角 如果我們不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 我們就會是下一條鹹魚般的鷹匠 某大國在當地時間2022年的7月16日 我登革在沙特西部的海濱城市吉達 參加了一場由埃及、約旦、伊拉克等國領導人參加的安全與發展峰會 至於發展什麼沒人知道 但一提到安全肯定中國是躲不過去的 在會上我登革說了這麼一段話 請允許我明確表示 某大國將繼續保持在中東地區 積極參與的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不會離開 留下一個由中國、俄羅斯或伊朗來填補的真空 老頭強調 伴隨著積極的有原則的某大國的領導 我們將在這一刻的基礎上再接再厲 抵禦外來的威脅 面對這種已經有一點病態的自我感覺良好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回應道 中東人民是中東的主人 中東不是誰家的後院 更不存在所謂的真空 所以您各位看到了嗎 兩個國家對待中東的態度就決定了 咱們去的時候又是戰機護航又是大紅地毯 沙特把自己朋友圈裡的哥們弟兄全部交到家裡 來跟遠道而來的朋友好好暢談了一番未來 而另一個苦大仇神的老頭 連沙特的首都都沒能進去 找了個海邊旅遊城市就把他給打發了 當時某大國的政客新聞網還發了一篇文章 題目就讓人非常的反感 拜登說某大國不會從中東走開 他也不問問人家願不願意留他 現在也過去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您各位覺得某大國在中東是站得更穩了呢 還是站得更加手足無措了呢 我的上一期視頻上架之後 居然有幾個朋友來說我替卡扎菲洗地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腦瓜子嗡嗡的 我現在真受不了洗地這個詞 因為甭管你說什麼總會有人說你在洗地 我覺得這幫人吧 上輩子應該是過期的敷言節 在他們的眼裡 世間萬物只有兩種 一種是能洗的 一種是不能洗的 我真的救不了你們 上一期視頻我提到卡扎菲 主要是為了讓您各位感受一下 某大國當年是如何在那個地方創造真空的 卡扎菲當年做過的那些事情 不是我說幾句話就能洗得乾淨的 但同樣的 卡扎菲當年做的那些事情的本質 也不是某些人隨便說幾句話就應該被扭曲的 卡扎菲當年由阿拉伯聯盟轉向非洲尋求支持的做法 並不是偶然 從經濟角度來說 海灣國家是產油大戶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 它包含了中東與非洲兩大板塊 這兩大板塊與歐洲有著非常強烈的聯動性 這種高端局我們手裡也有牌可以打了 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坐上牌桌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自身的實力變強了 但更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些板塊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川普時期他們之間的關係都不是這樣的 就在我更新完上一期視頻之後 發生了兩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這第一件就是某大國司法部在上週日表示 他們逮捕了利比亞前情報官員阿布、阿基拉、 穆罕默德、馬蘇德、海爾、馬利米 大家不要驚慌 其實就抓了一個人 只是這哥們的名字有點長 為什麼要抓他呢? 理由居然是這名男子涉嫌製造了34年前的洛克比空難 沒錯 就是上一期我跟大家分享過的那一期空難 某大國司法部說1988年12月 據說馬蘇德在馬爾他的一個機場 放下了一個手提箱 裡面裝置一枚炸彈 炸彈的計時器被設置為第二天爆炸 然後又據說 這支手提箱是由另外一名前利比亞情報官員託運的 故事說到這兒 我又要說那句我最喜歡的話了 那就是江湖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絕非偶然 每一件事情的背後都有它的邏輯存在 聽到這兒可能有很多朋友認為 這起襲擊事件是不是一直沒有結案 是不是一直沒有調查清楚 即便卡扎菲本人的粉頭草大概已經這麼高了吧 這個重視法律程序正義的山巔人 依舊要查明真相 還視著一個公道 但是事情的真相還真就不是這樣 你們真的誤會山巔人了 我上一期視頻也跟大家分享過 卡扎菲在看到薩達姆被某大國送走之後 恍恍不可終日 最後選擇妥協主動放棄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並在2022年的8月7日 同意對1988年那期導致270人喪生的 洛克比空難事件負責 並向洛克比空難事件遇難者家屬做出賠償 這兩件事情之後 某大國和利比亞的關係才最終得以緩和 如果卡扎菲最後不搞非洲合眾國 搞金本位的非洲通貨 沒準老卡現在還健災 我記得應該是在2001年 當時有許多的歐洲媒體 具體是哪一家最先報到的我不記得了 好像是《明鏡周刊》或者是《英國的衛報》 當時媒體截獲了利比亞外交官 向英國外交官認慫的一段通話記錄 這段記錄裡面 基本上當時利比亞方面 就已經把整體襲擊事件的前因後果 還有實施的細節都合攀脱出了 當時利比亞方面謀求的 就是英國還有某大國 能夠放鬆對利比亞的制裁 所以說這個敏感的時候 某大國突然又去炒一碗30多年前的冷飯 與其說是替死難者討回公道 不如說是提醒一些還活著的人 老卡當年是怎麼沒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非常的有趣 同樣是在上個禮拜 警方逮捕了一名前歐洲議會議員在意大利的家人 並多次搜查了包括兩名歐洲議會議員的住所 理由是有人指控世界杯主辦國卡塔爾試圖購買影響力 就是說花錢的是卡塔爾 收買的是歐洲議會的議員們 其實這項調查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調查力度突然就在上個禮拜升級了 突擊檢查之後 比利時法官上週日指控了四名不具名人士參與犯罪組織洗遷和腐敗 嚇得歐洲議會多位議員連夜辭職 以至於歐洲議會沒有辦法直接暫停了於下週舉行的關於 授予卡塔爾國民免簽證履行待遇的投票 整個操作手法我們中國人再熟悉不過了 就像是當時中歐投資協定在簽署前夕 忽然就跳出來一幫人指責你人權有問題 你自由有問題 最後中歐投資協定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歐洲有一些政客最近正玩了命的批評卡塔爾對同性戀的立場 對移民工人的待遇 以及利用其財富來提高世界地位的做法 我聽到這真的是感覺我的三觀都要炸裂了 用財富來提高世界地位 啥時候也變成需要被批評的事情了 那感覺總體來說就像是有一個流氓手裡握著你的黑料 平時對你和言悅色 但一旦到了關鍵時刻 他就會把這些黑料放出來搞死你 反正不管怎麼說吧 有一些高貴的歐洲人的確是覺得卡塔爾有問題 而且問題很大 比利時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表示 他們懷疑卡塔爾利用金錢左右了歐洲議會 歐盟兩個大國都沒有說話 小小的比利時就直接跳出來質疑歐洲議會所做決議的合法性 公開質疑你們人品有問題 我要是法德兩國的領導人 我就趕緊找個地洞鑽進去 太丟人了 其實這件事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憤怒 其實長久以來幫助某大國阻攔我們進入中東的還有一股力量 那就是來自於歐洲的力量 但是您各位這次有沒有發現 對於我們在中東取得的成績 歐洲人沒有說話 至少那些主要的國家都沒有說話 這件事已經深深的冒犯到了某大國 但是也真的沒有辦法 你看某大國在歐洲幹的那些好人好事 歐洲人都已經恨瘋了你了 歐盟的凝聚力雖然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分崩離析 但就像我剛剛說過的 今天兔子之所以會作為客人站在中東的舞台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那幾大板塊之間互動的結果所導致的 所以導致今天歐洲人這樣的反應真的怪不了人家 主要還是某大國自己的問題 那麼從某大國的角度來說 要把討厭的兔子擠出去最有效的辦法 那也是從這些板塊之間的關係去著手去想辦法 但說實話 我認為今天某大國再想興風作浪恐怕很難 就在前兩天默康爾默大娘又幹了一件讓我肃然起勁的事情 她承認14年明斯克協議是西方的騙局 是為了幫助烏克蘭加強戰力 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也是為了穩住俄羅斯被迫同意修建的 呵呵 為了穩住俄羅斯 德國人現在都開始燒柴火了 嗯果然是穩的一批 為了穩住俄羅斯 德國人選擇主動放棄核能 讓自己命選兩線 就是北溪一二號線 管道被炸之後 全德國馬上就面臨能源危機 呃 而且我要提醒您各位 當時修建北溪二號線的時候 參與國可不止德國一家 所以這種話呀 您不管怎麼想 它都不符合邏輯 默康爾默大娘這麼做 是為了能夠盡快結束戰爭 部分合理化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而選擇的自爆 今天的歐洲 已經沒有辦法再閉著眼睛 跟著某大國一條道走到黑了 我登革今天越是使勁 恐怕後續來自於歐洲的反彈也會越強烈 嗯這齣大戲真的是越來越熱鬧了 好了今天就先聊這麼多 我會持續為大家關注後續精彩的內容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您各位覺得我的內容做得還錯誤的話 麻煩您各位一定要幫我點個贊留言 推薦給您的小夥伴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咱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